HELLO 大家好 我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狐 遊戲的動畫在遊戲中扮演的地位 針對不同類型的遊戲 不同玩家的遊戲習慣 其實都會有所不同喔 以劇情為主的遊戲 如果能夠有動畫的精細演繹 在觀看上會有更強烈的帶入感 甚至對於有些玩家來說 全破之後的結尾製作團隊名單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也有只想享受遊戲性 選擇都跳過的玩家 最近知名的遊戲製作人 殷景正博先生 就通過影片的方式 分享了他對於遊戲過場動畫的看法 有些論點相當有趣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花一點時間 來聊一聊遊戲的過場動畫 遊戲的過場動畫 雖然是單純以畫面為主 不用操作或是超少量的操作 主打的是讓玩家能夠透過視覺 對遊戲有另外一個面向的理解 但即使如此 過場動畫的發展 卻同樣也是遊戲發展上 很重要的競爭項目喔 所謂的競爭就例如 遊戲主機在性能上的競爭 遊戲在模組細節上的競爭 而這之中的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過場動畫 如果各位從很早期就開始玩遊戲 早期的遊戲在劇情的設計上 多半都會是以文字為主體 以當年的RPG為例 如果是角色需要對話的部分 會利用對話框來呈現 如果是旁白類的劇情設定 例如世界觀的背景等等 就會透過黑底白字的形式 來快速帶過 也因此對於當時的玩家來說 世界觀本身並沒有那麼深入人心 而如果不是RPG類型的遊戲 其實遊戲公司還是會有設計出一段遊戲的劇情 不過他可能根本沒有放到遊戲當中 而是直接寫在遊戲的說明書上面 如果沒有拿起來看 或許很多玩家根本也不知道 原來遊戲的原始設定是這樣的 然而在當時依然有不少遊戲 實際上還是以劇情為主 如何讓玩家能夠有更好的代入感 變成了遊戲公司的一大課題嗎? 在1983年的時候 《幻魔大戰》這部漫畫被改編成為了遊戲 遊戲在玩法上是2D的射擊類的玩法 但問題來了 這樣的遊戲玩法搭配上當時像素的畫面 又要怎麼呈現原作漫畫當中的劇情 如果沒辦法把劇情呈現出來 那實際上這就只是一款單純的2D射擊類遊戲 很難找到跟原作之間的關聯嘛 於是這款遊戲做出了跨世代的呈現方式 他在每一個關卡結束與開始之間 加入了一段另外製作的動畫 來表達了 你這場戰役結束與下一場開始之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這樣的做法在當時 是相當跨世代的呈現方式 並且最終它也成為了 後來這類遊戲在過場動畫製作上的先河 過場動畫的出現最大的原因 還是在於硬體上的進步 因為有了更大的容量空間 讓這些畫面得以被放到遊戲當中 也因此後續隨著遊戲硬體的發展 過場動畫也成為了遊戲公司之間的武力展現 並且也發展出了各種不同的形式 有利用CG製作的 有另外做成2D動畫的 有直接把遊戲畫面做成動畫的 針對不同類型的遊戲 過場動畫至今依然蓬勃發展 不過就在英景鄭博先生自己發表的影片當中 他提到他認為每一款遊戲 都應該要讓玩家可以選擇跳過動畫 如果看著過場動畫的發展 作為遊戲軍備競賽的一環 為何如今會被遊戲設計師認為 是一個可以選擇被跳過的東西呢? 根據英景鄭博先生的說法 他先解釋了他認為過場動畫的四大重要性 並且以此為切入來跟大家說明 那我們就先從這四大重要性開始說起 過場動畫帶給玩家的第一大重點 就是遊戲的沉浸感 他在細節上沒有說到很多 這邊我根據過去其他製作人 與玩家的一些回饋 來聊一聊何謂沉浸感 之所以會提到沉浸感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更完整的敘述遊戲故事 這樣的做法最明顯的就是在過去的老遊戲 或是一些無法以遊玩內容 來呈現劇情的遊戲上 時間拉回到1989年 2D橫向的波斯王子初代 在遊戲玩法上由於是2D橫向的冒險 也因此其實很難在遊戲當中呈現出劇情 雖然在當時 他依然是透過文字來交代多數的劇情內容 但在遊戲開頭還是有加入了一段時機的過場動畫 藉此讓玩家能夠更理解現在發生什麼事 當公主被殺戮困住的畫面呈現在玩家面前 玩家可以更加的感受到 現在我們到底在為誰而努力 這樣的呈現方式也讓這種不是以劇情為主的遊戲 有了那份遊戲的沉浸感 如果以近代遊戲來說 不論是任天堂的瑪莉歐還是薩爾達 遊戲的開頭也都會透過動畫的演繹 讓玩家可以很直觀的知道發生了什麼 並且清楚自己在遊戲中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實際上也不一定需要另外做成2D動畫 有些遊戲也會用實際的遊玩畫面來製作 但目標都是讓玩家能夠理解與進入到遊戲的世界觀當中 過場動畫的第二個重要性 就是它賦予了遊戲角色更多的情緒 根據不同類型的遊戲玩法 遊戲在設計上不一定會讓角色的表情有所變化 舉例來說當年的像素RPG遊戲 在沒有立會的年代 單純只靠小小的角色搭配上文字 對於角色的情緒很難會有正確的切入 文字本身沒有情緒嘛 也因此賦予它情緒的 就會是觀看的玩家本身 要說歷史上相當經典的範例 那或許可以看到1996年推出的《惡靈古堡初代》 當年的恐怖遊戲在遊戲製作上有很多限制 3D的模組還沒有現代如此擬真嘛 也因此人物在表情的呈現上動作的呈現上 想要帶給玩家恐懼感都會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是有玩過的玩家 現在腦中應該都有回想起它那經典的過場動畫 惡靈古堡就是一個很成功能用過場 來讓玩家感受到恐懼的遊戲 它的方式更加直接喔 直接找來了真人以電影拍攝的方式製作過場 藉此讓玩家能夠很直接的理解到遊戲角色的情緒 並且呈現出他想要嚇你的各種恐怖畫面 時間往後看一年1997年 那款代表了遊戲界的經典《Final Fantasy VII》出世 從開頭的動畫開始 那不是找真人拍不是做2D動畫 而是做出了精美的CG動畫 細節的呈現讓這款RPG有了超深刻的遊戲帶入感 也讓玩家更能夠體會到每個角色在當下的情緒 過場動畫的第三個重要性呢 轉換遊戲的節奏 多數的過場動畫會選擇放在遊戲的劇情轉換點嘛 而不少遊戲中喔 這個轉換點會放在BOSS戰結束之後 有些遊戲會在打完BOSS之後 直接進入一整段的動畫當中 之所以要這樣子做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比較不是為了剛剛提到的理由 而是讓玩家處於緊張的心能夠放心下來喔 讓玩家能夠有喘息的空間 這樣的做法在大量的遊戲中都能夠看到 並且其實很難找出誰是這種做法的開路先鋒 因為在有加入動畫之前喔 戰鬥結束之後啊 遊戲在製作上也會加入轉場等等的等待時間 同時也讓玩家有了喘息的機會 這邊那我們就舉一個比較近期的遊戲當例子 路易吉洋樓2HD 每當我們打贏一個大關卡的BOSS之後 遊戲就會設計出一段BOSS戰敗之後的動畫 我們可以知道打贏之後的BOSS怎麼了 但即使不看喔 你單純的想要放下手把喝個水喔 也可以是你很舒服的喘息時間 這點我想大家在各種不同的遊戲當中 都能夠感受到 過場動畫的第四個重要性 通關獎勵 如果回顧我們剛剛整理的發展歷史 過場動畫的有無好壞 確實是遊戲的一大賣點 有些遊戲隨著持續的遊玩 到了後期其實很容易感到疲乏 尤其是早期推出的回合制RPG 本身在玩法上多少有受到局限嗎 支撐著玩家持續往下玩下去的理由 就在於遊戲的劇情喔 想知道最終會有怎樣的結局 然而如果當你好不容易拳破了 最後遊戲只給你文字敘述 告訴你 哎呀這個世界被你拯救了 即使它把你形容得很厲害 對於玩家來說 那份空虛感還是會非常強烈 畢竟所謂的電子遊戲 就是互動式的一種視覺娛樂嘛 也因此遊戲在結局放上動畫 很大的目的也是成為玩家拳破的動力 並且當成認真玩到這裡的玩家的獎勵喔 有時候玩到拳破 放下手把的時候看著動畫 就算結局動畫不多 就算有一半的畫面在跑製作人名單 但那份自己的努力有回報的感動 會降低拳破遊戲後的空虛 這點我想也確實是多數玩家會有的感受 那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既然櫻井正博先生都說出了這四大重要性 為何會覺得遊戲公司應該要讓玩家可以跳過 根據櫻井正博先生的說法 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呢 在於現代娛樂環境的節奏加速 在現在觀看電影或是影片的時候 有很多人喔 是不開個至少1.25倍是沒有辦法看下去的 而這些劇情的呈現 很多時候不見得是玩家想要看到的 尤其是這個節奏又掌握在遊戲製作人手上 當玩家已經習慣了快節奏 並且網路如此發達 其實很多玩家會希望能夠跳過 並且直接用網路影片以高倍率的形式來觀看 這是整個娛樂環境改變所面對的結果 實際上櫻井正博先生這段講法我自己多少是認同的 有些遊戲在動畫的呈現上 會在講完話之後還留一段空白 但你也不能加速啊 那段空白反而會讓人有一種煩躁感 不如直接看別人上傳的影片 不過櫻井正博先生有提到 現在網路很發達嘛 結局的動畫的獎勵方式不太符合現代需求 這點我自己就比較沒有那麼認同 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說 很多時候我已經知道結局了 甚至遊戲的劇情對我來說不重要 但是當全破之後 即使是全黑的製作人名單畫面 我還是會習慣性的放下手把給他跑 網路能夠找到跟自己努力獲得 這兩件事情我覺得不衝突 我依然還是會希望結局動畫能夠保留下來 不過給於想要跳過的玩家跳過 或許也是未來的一個很大的趨勢 實際上櫻井正博先生在結尾還有提到 關於動畫加入QTE互動系統的行為 他認為遊戲公司要謹慎評估 以我自己來說 如果遊戲玩法上本身很單調 那加入一點QTE 藉此來改變遊戲的節奏增加緊張感 我覺得是好的 但有些遊戲會在需要你好好觀看的情況之下 突然加入QTE 這種觀賞體驗老實說就會非常糟糕 這點確實要謹慎評估 雖然時代在改變 但曾經的玩家如今依然還在玩遊戲 過場動畫對於我來說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不過當玩家重複遊玩的時候 當然還是會希望能夠跳過 不管有多重要 重複觀看確實也只會增加厭反感 不曉得大家對於過場動畫有什麼想法呢 你們覺得都能夠跳過是有必要的嗎 你們會跳過動畫嗎 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